今天是第二天的早晨 Yonggillen 哈哈哈哈 我們要去 家演慶珠 誰都寫了 早餐 梁洞村的壁畫 其實還沒到 爬山的少女 好痛啊 貓星人跟韓舞啊 好Q好Q 卡吉巴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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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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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像終於走到正軌上了 然後好多人都已經下來了 哈哈哈哈 不要吹吹 不要吹吹 不要吹 他們這邊的路牌算是比較不明顯 完全沒有吧 哈哈 咦 這裡的標示在這個非常非常小的 石頭上面 非常難看到大家要走一下 我們到了一個最重要的點了 耶 好 呀 進入重要的點的時候就是要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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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爬 這裡的層層小黃紫震設 好Q啊 這是這一次最枫葉的枫葉的 在這裡面有一些 青泉的 就是頭皮 傳統遊戲 就是把那根長長的呢 揮到頭上那邊 翻出來啦 你必須要中一根 不然你就不要走 加油 真的假的 這其實是一個蠻難的活動欸 好像抓不準那個長型的重心點到底在哪裏 哇 擦片子又死了 好難啊 你是在敲鐘是吧 敲鐘的少女 其實我們不是在投虎 我們是在敲鐘 2號選手 飛翔的困難了 哎呀呀 最近的比想像中的難很多 最近的比想像中的難很多 哎呀呀 擦邊擦邊 這真的是擦邊 狼板球 我好像知道了 太乖 好像知道了點什麼 但是好像又不知道 哎呀呀呀 這很難 差點抓店家裡 差點捅到人 好快 正面要進去的話要拿第一點 才有那個瞄準的時間 真的沒有進的少女的建議 沒有進的少女 踢啊 我踢啊 來我來用左腳 傳說中的左撇子 紅金左腳 各種揮空 超難欸 我覺得傳統遊戲都不是人玩 在這裡發現的喵心人2號 好小隻喔 它看起來好舒服 很漂亮 這次我們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涼洞村呢 真的是還蠻值得來的 大家可以來這邊 看險看看 走一下屬於自己的路線 那當然也要記得 訂閱分享跟按讚 然後支持我們這個鄰居系列 鄰居 對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